我們現在其實已經稍微知道 那有一些資源是可以應用的 你真正要創作的時候 倒不一定是說一定是直接進去裡面用 你自辦先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看 你想要做Christmas的還是要先做Happy New Year的 先從Happy New Year的 不是那個Christmas來 你把它點進來 各位進來之後 就是一個白板 因為上個禮拜其實我們有介紹一個新制度 S-Mind的 其實平常我大部分都是用S-Mind的去做 比較多 那這邊呢 我們就當做大家一起創作吧 有沒有一個塗鴉牆 對不對 你可以用寫的 左手邊有沒有寫的工具 有 那如果說你不要用寫的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有什麼 你可以打字的 或者用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好像便利貼這樣 如果你用的是這個文字 假設你用文字你就點一下 可以打中文喔 有沒有 那 我們是同步的好嗎 就是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也可以看到別人的 有沒有 這樣可以移開 那 點進來 這個是便利貼的 好 這樣子 有沒有人要一起進來 你會同步看到好嗎 這個是協同的 嘿 你可以試看看喔 別人打進去的 我們這邊也會馬上同步看到 你可以思考一下 其實平常我們真正在創作的時候 我都會先想什麼 把一些 跟你現在要做的這個海報也好 DM也好 關鍵字秀出來 你想到聖誕節你會想到什麼關鍵字 對啊打進去沒關係啊 你看有人開始畫了有沒有 你也可以用筆 可以用左手邊那個線條都可以 他會同步 都沒有玩過這樣喔 喔 你看有人想到聖誕老人 蛤 最外 在那個影片創作一起來 往下走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任務下面有一個叫影片創作一起來 第一個 關鍵字想一想那裡 喔 有人想到煙囪 有人想到襪子 各位你 如果覺得那個板子不夠大 你想要寫在隱密一點的地方 你可以盡量往右邊走 沒有關係好嗎 我等一下拿過去看就好了